乔治克鲁尼 好莱坞影星乔治克鲁尼 George Clooney与女友艾莫阿拉穆丁 2014年与威尼斯完婚 并在6月迎来一对龙凤胎 让他开心不已 甚至还在声明中开玩笑地表示 自己已经开心到需要打阵禁忌 让人笑翻 近来他在前写一对龙凤胎搭飞机 担心自己的儿女吵到同期乘客 还给了每人一个抗噪音耳机 非常贴心 根据美国八卦网站Page6报道 乔治克鲁尼日前与老婆带前写一对儿女 飞到英国 似乎是要带前写儿女 探望外婆外公 据爆料人士称 他担心一对儿女会不受控 大哭一上机就送了头等舱 每一个乘客 一人一个抗噪音耳机 据悉上面有一个他与好友 乔治克鲁尼所合作开设的龙蛇篮酒厂 Kavinikos Tequila的公司标志 上面还附上一个小字条血前线 先为了宝宝的哭声道歉 但是该名爆料人士称 乔治克鲁尼的一对龙凤胎非常乖 全程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事实上乔治克鲁尼所做的贴心举动不止这一桩 他的酒厂打档Randy Hover日前受访时就爆料 乔治克鲁尼就曾在2013年分别送给14位好友每人100万元 约人民币662万元 乔治克鲁尼身边有一群好友并称他们这个小团体为兄弟帮The Boys 当时他把大家叫到自己的家里吃晚餐 随后还就给了每个人一个黑色箱子 里面满满都是20元面额的钞票 总共是美金100万元 而他给出这笔钱的理由是 因为过去他到洛杉矶时 这群朋友给了他很多帮助 克鲁尼称 全靠你们我才有今天 我很感谢大家都还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想回馈你们 Randy Hover解释 当时乔治克鲁尼这腰座 其实是因为发现兄弟帮当中有几个朋友过得不好 他为了帮好友减轻负担 不仅给了所有人一笔钱 甚至还帮在场所 有人缴掉那一年的睡晶 抄仗义举动让人 Randy Hover看了也非常感动 我们下期见到